中華民國代表隊的球員之一 中華民國代表隊的球員之一 切到進區擦板得分的是六號 六把 可以看到剛剛何一達這個腳步運用的相當巧妙 變換方向之後 三分外線的出手 沒有得分但跟進波浪 球的是黃十二號 加克拉快要到這球轉身跳投 即時出手同時在籃下 隊友把這個球補進補進的是 空中拉一桿跳投沒有能夠投進 但是很快的在進來在籃下自己搶到自己籃板球 這是明道大學聰漢 小台東他做了一個自投自場的動作 三個打兩個的機會分到右邊 面對比較小個子 沒有能夠出手 但是球再來一次沒有問題 球抓到四周相當的能力 相當的 兩邊的節奏也相當的快 面對常人的防守依然 快一個小時的車子才有辦法距離高速 聽到說其實他們已經不遠了 已經滿遠了 但是屏東說我們更遠 好這一個上籃得到分 傳到進區很快漂亮的上籃得到這兩分 球交給進區 在短傳在籃下 非常漂亮的地板傳球之後 你不用一直去毀掉蓋火鍋 你讓他不舒服 他投不進就好 他就是讓你延誤到你進攻的時間 因為我們每一次的進攻 二八隊化到一些血 然後要下場先做一個直血的動作 好這個外線的出手投進 但是有漂亮的進去地板 但是 這位常人的好外圍拿球 再來一個三分球突然 喔這是兩分 所以突然之間 臉是一樣的 都髮型全部都改變 空中拉一桿的是屏東 再度被籃下來 快攻上籃得到分數 沒有但再補一個 這一球投進 黎梓杰在籃下把球給 三分外線的出手 沒有問題 這一球投進 是在明道的手中 這一球快速來到前場 跨步轉身得到這兩分 蘇伊靜 連續拿到了五分 對 我看蘇伊靜的歐洲步 這個左右的跨步 所有的方式 他有的時候不一定會進攻 可是會從他這裡去發動 他一接球的時候 對方一定最小的一直 甚至可以吸到二檔 說他罰得準 他就會罰不進 說他控就控得好 他就會掉球 好這一球被拍掉 球權還是在地板 傳球交進來 這一個小跑投 當中我們籃球場上 快樂當中都是沒有分數 這個在籃下剛剛的一個拉手的半歸道 中距離 選擇一個插板 這個兩分拿到 明道大學對方給抄回去 反而是現在屏東要打一個反快攻 背後傳球 哇又刪起來 才要說傳得很漂亮 可是火鍋也刪得漂亮 然後反快攻的結果是明道大學刪 看這一球 就這樣直接滑倒 哎呦 但是 在球 佳洪教練 超過慢動作看一下 所以這一個 爭搶當中 被推了一個 可能是另外一隻手的一個推人犯規 這個球球權還是在平坦的手中 幸運的籃下 扣起來一個球 在籃下 把剪大的這個籃板球 用左手把球放進了 再是一次01這一次 沒有能夠投進 但是他的隊友幫他把球補進 30秒 快速往前送 機會來了 哦沒有錯 就正如 黃沖漢 剛剛飛起來 就是一個輕鬆的扣籃 這位三年級的學生 展現了他的彈性 對他的彈速是 其實如果 有好的情況 一個Vicant World 有時候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 沒錯的 哇 這一個很難度高的 三分外線的出場 近不遠的 反而很難投啊 現在因為都局限於三分球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比較早 我剛開始真的打錯的時候 再看到剛剛自己帶球的是 去贏到的12號 黃沖漢 黃沖漢 小台東 林東大學 5秒鐘發球的尾力 這個拋頭 順利的把球頭指 都掌握得相當好 這一個上籃非常勇敢的挑戰籃框 又是黎子 這兩次又為了突破上籃都要到了分數 看到剛剛黎子傑拿到球之後 勇敢的沒有運球就直接上籃 一個人的半邊 那三號的田石華 有兩次拔球的成功 相當有創意 跟進自己投不進的籃 準備要跟隊友來個GIMME FINE 哇 但是你們再度的 在一個二三的區域連環 哇 這一球被對方半途的攔截 要飛上去嗎 被Block 但是在犯規的同時 蘇益盡被裁判 吹了一個搶球上的犯規 火鍋是沒有問題 但是火鍋下來的時候 這個拉下手 這個拉手的犯規 看看可不可以把比分再縮短到五分之內 喔喔喔 製造了一次犯規 看看這犯規 第一球沒有進球之後 對長人如靈的情況之下 反而是被180秒到進去裡面要求才對 這時候往進去裡面 短傳 面對對方的如靈的長人 但是分的領先優勢 兩板球在籃下硬棋 得到這兩分 阿亞這一球差一點掉 但是還在擋握當中 這個球再對的出手 喔12號 我們看到又是黃沖漢 流線 這個是可能教練很不希望看到的情況 剛剛好不容易黃沖漢投進這一個三分球 再躲避 第四節先攻的是屏東大學 與線勉強的出手 投進還要再加把 這是一個四分打的技術 不住籃板 三個打兩個被排掉 喔機會來了喔 唉唷我的天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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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還有還有 剛剛差一點出現 贏分的差距 對進攻時間 我們都剩了九點五秒 差一點 我們再看這一球就是即時的勾回來 我說學長你不是要自己灌嗎 想說哪個花色 想也知道應該自己灌 你最會灌還是讓你灌 你就讓給我看 我們再來看剛剛這個情況 動動撞開之後 裁判吹了一個進攻犯規 應該是左手肘的問題 所以被吹我們再看 這個球回一打 拿到球掉了 然後球在身後 在抓球的時候沒有錯 應該是他左手伸 從外圍殺到進去 這球沒有能夠投進 但是進攻籃板還是在屏東 硬是扛出一個空間出來 我還是支持他 拿到球還是一樣 要對籃做一個進攻的模式 再度一個三分外線 這一球投進 他今天真的不錯耶 老師啊 垂磊一個進攻犯規 這球往後硬扛的結果 扛在對方的咽喉上 連續三四次的攻擊都沒把握住耶 這邊的三分一投就有 林楊瑄投進客人 在這場比賽第五 第四個 比較不再看到這一球 近切過來之後 三分外線的出手 好這時候叫出暫停 我們稍待比賽進到籃網裡面 這球已經算出界了 剛剛這次的慢動作 三分外線的出手 好打框之後碰到上方二十四秒的 夏克朗沒有能夠投進 他們在第四個還沒有能夠投進三分球 黃沖漢 溫浩剛挺替上來之後 就要到了兩發的機會 希望可以把握住 把比分慢慢地收拾 對我想明昭大學還是有機會 守住這個 結果轉進了進區 他說我才不想 我想他休息也夠了 一上場就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效果 那這邊同時 外線交內線這個轉身的拋頭 滾進去 但是還是 剛剛在進區的小拋頭 這一球 手感相當不錯 進了籃網 超級 裁判少贏還是給了一個犯規啊 其實是林詠軒做的一個答案 冰家大學得分最高的選手 看這一球第二球 哇 水波之石啦 看起來 謝滾宏拿到籃板球之後 這個球傳進來 偷三分 長人的三分 還是沒有 傳到前場 阿翼啊沒有懸念 這一球進就沒有什麼 這樣的話 所以這應該是最後一波的進攻了 再來投一個雙風 但是這個雙風來的 可能也稍微晚了一些 做攻擊了 他也不容易地傳球 對不會做攻擊 好八秒鐘 順利的拖完 也沒有對方的犯規 最終我們看到 這是屏東大學值得紀念的 他們在進入到UBA公開組第一集 贏得的第一場勝利 67比63 擊敗了去年就已經在第一集的平道大學 請問一下 順利的拖完 報告 很明顯 其實沒有解決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請問一下 還是要解決 解決 我們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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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